各位聽眾 各位觀眾 大家好 歡迎大家再來到我們這個新一集的《啼爆香港》的節目 過去那幾集我們都環繞了十八區講一下 講過股物估值 南區跌路等等 今天就很特別了 我們轉一轉一個話題 我們講一下就是兩代的學運人 先介紹一下 坐在我左邊就是曾經做過中大學生會的學生會幹事 以及做了學聯秘書長和學聯中央等等 稍後我自己介紹一下 我亦都講兩句自己 我是1981年的港大學生會的時事秘書 所以四分一個世紀就特了 你做過事我也還未出世 我做81年 我86年 我80後的後面 80後 真的是80後 那不如你介紹一下自己 宇姬 你何時做學生會的 我是2005年入大學 2006年開始做中大學生會 那一年是做外務副會長 其實你是一年級就做外務副會長嗎 是的 一年級 一年級 即是讀了半年書就做外務副會長 是的 之後那兩年就做了兩屆學聯秘書長 最後那一年就繼續留在學聯幫忙 然後畢業 是的 實際上你在2005年入大學 那你是2009年畢業 2009年畢業 你是四年中大還是三年 四年 我讀了四年 因為我最後是讀政治畢業 政治與行政學 但我進來的時候其實是讀電路 好的 即是很忙 對 宋式工程 即是我是讀那方面的東西 變成四年其實 基本上都是在學生運動中打滾 即是跟你那個年代差不多 都是對於社會羨慕 對於社會發生的東西是非常關心的 基本上就是 學業可能已經成為了其次了 關心社會似乎才是最主要的一部分 即是跟我一樣 別人問我讀什麼 我主要收你一個學生運動 其實你是煙科畢業的 我煙花野草的 真的 我讀你是植物學的 植物學的 是的 所以就煙花野草 但是跟你做學生的東西是很不同的 是的 我其實就 很有趣的 我記得我有些經歷跟你 完全一樣又一樣 我1979年的時候入八學 那時候就剛剛北京之春 1979年的時候我入八學的時候 就是 剛剛就 你知道 七零年代有學生 火紅年代 然後到1976年 四人幫倒台之後 就搞這個所謂放映關增 就認識祖國 然後中國之後改變那個聖質 然後到了1979年的時候 就有一個團 再回去北京 那時候我參加了一個團 那時候的北京青華大學交流團 那時候的北京 那個會長就是文海亮 他是團長 副會長就是有一個人叫做李永達 是,語言不熟 對,語言不熟 對,語言不熟 不要出家 現在是我訪問你 那我先問你 我這樣說 你那個年代其實都已經是關心社會 認識祖國 對 跟我們都有點像 我們都是放誠關真的 我們其實都是繼續關心社會 但是中國那部分 其實到我的年代其實 講得沒有那麼多 我猜你們那個年代 你們又會回去內地看 我們似乎我們那個年代又少一些 我們那個年代 香港的議題也有 我們那個年代是有點尷尬 即不是尷尬 是一個轉席的年代 如果整個七十年代 根本上就在學生運動裡面 就是學生會裡面 七年代初期有所謂叫國粹派 還有有社會派 我還記得就是1975年 學生 港大學生會的會長選舉 就是中帥明對麥凱華 就是已經是對了35年了 就是當年就是國粹派對社會派 就是現在就是華民主黨 那當年就是 你知道現在 中帥明就是曾經做過土地委員會等等 也都 我不知道現在做有沒有做 他做過民建聯的總國事 我們那時候 所謂那個七十年代 所謂的學生運動 就是以其實都幾愛國運動為主 但是七六年的 所以整個學生運動都是震盪了 就是沒有了軸心 就是解體了 但是去到這個七六年後 就重新認識祖國 就是放映關增 就是認識祖國 就是重新認識的意思 所以就 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也有開始 搞中國洲之後 搞交流團 我那時候 因為 我有興趣參加所謂的清華交流團 但及後 就因為那個議題又變了 那時候 我想八十年代初期的時候 我們有些師弟 師妹就已經開始 你知道七九之後 其實七九年之後 就已經開始中英談判了 那時候的學生運動就開始 就是中國和香港的學生運動 就有結合 即是九七回歸 或者後期 那些 到了千禧之後的學生運動是怎樣 千禧後 其實我估計都是有個轉變的 我入學生的年代 其實是0371後 0371後 其實我估計社會的焦點 對於中國關注少了 香港本位 香港本位 多講本土議題 我入那年 剛好有什麼事件呢 天星 然後是黃河碼頭 其實我可以這樣說 其實這個所謂本土的運動開始 其實是開始講香港的議題 比較強調本土意識 變成我們那個年代 參與學運的人 他們很多時候的目光 都不像你們那時候 即是認識中國 關心國內的同胞 整個中國民主發展 多講香港的事情 多講香港的勞工議題 香港的政治發展 又或者開始講 近年經常講 這個世代交替 講怎樣階級流動 變成其實 在我們參與的學生運動裡面 關注的議題 很多都是一些本土的事情 我進去那時候 多講新普選問題 到一些本土教育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說中國那部分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我有些不舒服的地方 就是似乎好像忽略了 但是為什麼你又 在香港本土 或者香港本位 作為背景的學生運動 為什麼你做了支聯會常委 這是一個機嫌考核 正正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覺得整個學生運動 似乎一直都著眼於香港 但是我們在說 香港的政治發展 怎樣做民主化 以至到其實我們在說 香港的很多勞工問題 基層問題 其實一直都是跟中國 橫橫相連 其實分不開 所以香港的東西 永遠不可以 叫做獨立自主去運作 一定是跟國內有關 包括我們政治發展 以至到我們 就算講香港經濟發展 牽涉到很多的民心問題 其實都是跟國內有關 即是變成 如果我們作為 關心社會的一群 我們都只是香港本位 只是縮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內的視野去看的話 其實似乎是忽略了很多客觀的環境 而我們面對著最大的客觀環境 就是中國的發展 支聯會其實 著眼點我們有說 希望建立一個民主的中國 其實當中牽涉著 我們所說的不斷強調 有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平等等 其實這些概念 牽涉到基本上 就是現時中國發展欠缺的一些東西 所以我們為何會在2007年的時候 我做學聯的時候 我覺得整個學生運動 是應該多一個面向的 亦都應該對於中國的事務 是多一些的看法 所以當時就決定加入支聯會 於2007年一直做到這個 你做了四年了 四年了 也不算短時間 支聯會就是兩年一任 一年一任 每年都換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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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都算一次 你做了四次 其實你是否最年輕的常委 我入了那時是 現在呢 現在最年輕的又另一位 葉採恩 葉採恩 他是學聯秘書長 是嗎 去年的學聯秘書長 對 對 似乎我們現在都叫大動 整個學生會 本地的學生會 和整個學運 是希望可以在支聯會 有一些工作做得更多 因為我猜這個很重要 就是若果我們不斷 只是聚焦於本土議題 但是我們沒有留意到 整個中國的發展 特別是我們看到近年來 中國無論在政治上 又或在經濟上 對於香港影響很大 特別說經濟上 我猜近年我們看到有很多 包括經濟的政策 好像SIPA 其實與香港是有影響的 互相在影響著 但是我們若果 只聚焦於本土的勞工問題 又或者一些民生問題 但是我們不嘗試加入一些內地議題的話 其實會令到整個論述上 就好像相當薄弱 只是說到問題那部分 但是我們說不到 影響著我們最深遠的客觀環境 我不知道 我少說 我想六四的時候 八九六四的時候 你最多都是戒了奶 三歲 這麼大 戒了奶 我猜不需要入料片 為什麼 我接觸的年輕人 其實對內地的認識 不要說內地的認識 不願意認識內地 不喜歡回內地 不喜歡去內地旅行 我讀書的時候 我很喜歡去國內 或者內地旅行 我很喜歡 但是現在年輕一代 不喜歡 年輕一代 其實本土意識很強 國家意識很薄弱 或者是愛國意識更加勃港 但是很奇怪 每年六四 我現在這幾年 我想由三四年前開始 我發覺 尤其是在後面 是很多年輕人 你可否解釋現象 是否矛盾 我覺得 近年有些轉變 這一兩年變了 但是在我 做學生會的年代 我很肯定 年輕一代 對於中國 又或者對於 所謂國民身份的認同 很薄弱 很強調自己是香港 香港人 少說自己是中國一份子 更加莫說要他們關心 內地的政治發展 民主 人權 更加是不會怎樣理 我猜這個 其實是反映到 其實在九七後 其實新一代 他們的成長背景 令到他們其實 分心不下 其實他們已經 顧自己周遭的問題 本土的問題 其實已經很困擾 包括他的家庭 身處可能是基層家庭的話 他又要面對本土的民生問題 又或者他本身自己是學生的話 他又要掛念讀書 變成他 你叫他突然抽時間出來 去認識祖國 其實對他來說是比較乏力的 但是似乎近年 開始多了一個轉變 就是近年 中國對於內地一些異見人士的打壓 多了 這個 當然他們會突然間去想 一件事就是 為何這些事情關我的事 其實我猜最主要就是近年來 其實媒體和學校教育裏面 多了去提這些事情 我們見到這間通識課程 其中有一個單元 叫現代中國 同學一定不喜歡 讀書考試做功課 我猜很多都 但是這個課程偏偏就迫著他們 一定要去讀相關的事情 他又要去看報紙 但是他看報紙看到些甚麼 你都知道中國的議題 來來去去離不開那幾樣 朝連海、魏美美、胡佳 但是課程很奇怪 課程就是說甚麼 改革開放對於中國的影響 又或者建時中國的發展走勢是怎樣 你叫他去讀這些 但是他看報紙 他看到是這些東西 你說得那麼美好 但是他讀報紙的時候 他看到是很負面的一面 變了其實他多了一個機會 去自己想問題 過往沒有甚麼的 過往未有通識課程的時候 學校教又教 講又講 不講的話 他有機會才能接觸到 沒有機會就永遠都不接觸 現在多了一個機會 我們近幾年接觸 會參與六四晚會的人 都年輕那一代 他們都會說 有哪些原因是令到他們會來呢 第一個當然是朋友拉過來 很正常 另一個就是學校 他們很多時候都會說 老師有講過 有講過六四 對改革開放的影響 有講過趙連海艾薇薇薇 其次就是看電視看報紙看到 接著就是互聯網 互聯網很多都是 混合報紙那些 變成他開始多了途徑 接觸中國的議題 他的心態就是開始有一種抱不平的心態 他未必會覺得 趙連海艾薇薇 對他有即時的影響 我相信大家香港人都會相信 趙連海和艾薇薇的情況 不會這麼快來到香港 但是他們會為這些事情 覺得是不公道的 不公義的 他們覺得是應該出聲的 我猜那個所謂的異分 其實是慢慢由他們過往 只是聚焦於本土 開始多了一個面向 就是他們開始都關注國內的情況 而今年我相信 我們見到其實有十萬人 來了維園參與六四晚會 其實頭兩三個足球場 我們在台上問問題 有誰是第一次來的年輕人 成兩三個足球場都舉起燭光 我猜其實看到的情況就是 似乎新一代他們開始 去加入中國的議題 他們希望去顯示他們的關注 我猜六四晚會從來都是一個指標 我覺得支聯會最成功的一點就是 六四晚會其實是可以反映到 香港人對於中國發展的一個關注 而今年我們看得出一件事就是 年輕一代對於中國的發展 那個關注已經開始有一個延續出現了 成計了過往兩年的情況 其實是否二十週年是一個轉捩點 我相信是的 即是二十週年 其實是過往的一代 可能你們參與了民主運動很久的一輩 甚至是你們的支持者 他們開始害怕 他們害怕過了二十年都還未平反到 同時間又聽到有很多 好像陳一岳 港大學三會前會長 開始說一些事情令他們摸不著頭腦 他們開始害怕新一代遺忘 那種恐懼感 我相信在二十週年是整個社會蔓延著的 大家都害怕究竟這個對於中國過往近代史的一個忽略不認識 會不會令到六四這件事從此消失了 好像沒有人最提起 變成他們都會去多了討論 那一年的媒體討論 甚至我見到很多學校都會帶學生主動去談六四這件事 令到有一批新一代開始意識到自己是有一個責任 去繼續關心中國的事情 去關心爭取平反六四這件事 又或者主動去認識 而這個討論氣氛其實是帶動了這兩三年來 我們見到很多年輕人走出來會開始說趙連海的問題 甚至是他們會自發 有別於支聯會搞的活動他們會自發出來 去聲援這些內地的異見人士 這個其實都看到一件事就是 那個意識是開始文化了 而這個我是樂觀和很開心見到的 因為我剛才說過 在我參與學生運動的初期的時候 其實普遍的年輕一代都只是聚焦於本土 甚至是自己身邊的事 他們忽略了整個中國發展對他們自己的影響 而我估計今時今日的年輕一代 即我估計你隨便拔一個出來 他起碼都會大概說到 艾未未和趙連海發生甚麼事 這個其實已經是一個很好的起點了 我們在學生會的時候 或者我們一年代經常都在說 一械不如一械 你是國內人 又做過中大學生會 又做過俄輪秘書長中央等等 你怎樣評價過去十年的學生運動 我覺得過往的十年的學生運動 其實是面對著一個最艱難的時期 我估計其實在九十年代開始 有很多政黨 我們民主黨的出現 到泛民政黨的出現 其實本身學生會 在社會上作為一個意見領袖的角色 已經在減退了 所以同學對於學生會的參與 甚至是歸屬感都在減弱 去到二千年 其實可以說已經是一個低谷 碰巧一件事 0371 其實帶動了整個公民社會 包括學運組織、學生會 都是在那個時候 突然間好像打了一支強心針一樣 我們那個年代 它真的是剛好 0371 那是高峰 現在又開始滑落了 然而你當 2000 幫助 那些狀況 因為抗憤完一輪之后 其實亦 NA 都開始減退了 那些年代參與學生會的人 其實都是在互倦 不太能找到出路 新普選,說了這麼久,又未有 究竟可以追究些甚麼? 大家都在不斷想 很多年,每屆做的事都是不同的 他們找不到連貫性,找不到主線 雖然放任關真,都放在這裏 但他們一直在做的事就是 每年找議題做 那一段時間,學生運動,學生會裏面 出現了一個想不到主線的情況 這幾年你怎樣看得到? 這幾年其實都有類似情況 我們看到一件事就是 似乎政治氣氛的濫淡 令到早幾年,其實愈來愈少同學 願意加入學生會去組織 其實近年都出現了類似情況 但跟以前過往不同 以前那種就是同學政治冷感 又或者他不喜歡參與學生會組織工作 所以他不去做 這幾年反而出現了一個問題就是 同學寧願選自己去做自發行動 他不願意去參與組織 近幾年有些學生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就是有一群積極的學生分子 對,積極的學生分子 但是學生會是出決的 這個其實都是不理想的 因為很坦白地說 就是過往的出決情況 其實造就了很多空間 被左派的人士滲透 而我們其實看到 其實港大學生會 一直現在都面對著類近的情況 其實為何陳一樂這一類的學生 是可以透過制度上升 其實當然一來同學的意識不強 沒有去在選舉期間去執問 究竟陳一樂在六四和中國議題的立場 另一方面很重要就是 其實同學一直以來都選擇了自己出去搞行動 他不理學生會的運作 那你變成了學生會成為一個 你如何評估社會積極分子 普不平 但是又不肯參與這個組織 我猜大家是怕責任 那個責任是對組織的責任 就是大家都 這是年輕一代的一個通病 我不知道是不是應該用病來解釋 是否一個負擔的學生會 我猜對他們來說 組織是負擔 很多我聽聞的都是說 組織給了一個包袱 因為他會想拿組織資源 但他未必會覺得組織的一些 同學負責 又要經常去做一些回報 他很怕的 我很新一代參與社運的人 因為他很喜歡合格 個人的 那件事我關心 我就把兩三個組織出來 很即食 即食 食完之後就離開 但是你叫他 我還要成立一個組織 還要不斷去找更多人 去跟他去講 又或者要跟他去交代 他們覺得很煩 他們覺得 即是他們有個說法 這些東西叫官僚 但其實我猜他們一直都不希望 承擔這個責任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責任太吃重 令到他們沒有那麼多時間 投放在他們想做的事情上 我猜跟你們的年代 是很不同的一件事 你們的年代 我猜都是很強調 就是要組織同學參與 當然是希望有那麼多同學 關心就是最好的事 但是今時今日做學生會 很多的人 他們未必敢想 他們覺得 同學參與不參與 其次 反正同學都是政治冷感 他們不會叫同學參與 他們的心反就是 最重要是 幾個幹事坐在一起 有事做到 即是變成他們到最後 就是同學很多時候 都未知學生會發生什麼事 他們怎樣知道 學生會做什麼事 就是揭開報紙 這個情況不健康 其實我可以這樣說 即是那期熱心的分子 他剛好做到學參會 他可以兩三個人去做這些 ad hoc行動 但是同樣 左派的學生組織 都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去滲透 而事實上我們面對一個危機 我可以這樣說 就是其實左派一直都侯住 各間大學的學參會 而我們其實面對著就是 但是稍為我們沒有去鼓勵同學去參與學生會 其實他們就可以馬住一間學生會 進行他們的滲透工作 近幾年是有這樣的引誘 或者我們在這裡停一停 我們回來休息一休息之後 我們回來再講下一半段 我們剛剛主要講六四學生運動 下一個下半集我們講講七天 對 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八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各位觀眾各位聽眾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我們下半部的《射爆香港》的節目 我們今天的嘉賓是李耀基 是支聯會的常委 耀基也曾經做過中大學生會 學聯秘書長和學聯中央 有豐富的學運經驗 現在也做了支聯會四年 上半段我們講了很多學運、六四 學生會這幾年有沒有參與七一 有 基本上七一是學生會 以至到香港的公民組織都一定會參與 我猜其實七一基本上有點像六四 即是已經成為了一個印象 六四就是講中國民主化的東西 七一就是講本土的議題 有雙普選 亦都有一些民生的議題等等 這個基本上是成為了 我剛才說過 這幾年學生會2000打後 都是本土聚焦多 本土聚焦的學生會 他們很自然一定會參與七一 基本上是走不掉的 因為裡面提到的本土的民主化 以至到本土的民生問題 都一定是學生會關注 又或者可以成為他們一個發聲的平台 近幾年學生會都會參與七一 他們在七一的動員 可能還會比六四更多 七一動員更多 就是學生會 學生會 但這幾年我的印象裏面 我每年都有走 03-04不要說 但那一年其實 遊行的人數 客觀點說又不算很多 真的不多 老實說 近幾年其實遊行數字是下降 我們看得到 我其實會覺得一件事就是 似乎在七一的組織工作 我估計比六四做得差 從來都是 03-07一令計 自發 對自發 但你說之後那幾年 其實我估計 一直以來的組織工作做得不好 當然七一由民陣發起 民陣的組織力是鬆散一點的 沒有支聯會有那麼多不同的網絡 又會很勤力下區那裏 去叫人參與六四萬會 民陣少做這些工作 六四沒有那麼熱的 六四也熱的 六四也熱的 有時候下雨 七一當然是走的路程遠 要走一大段路 變成參與的人數一定會少些 作為八十歲的年輕人 你經歷過學運 經歷過做支聯會 但是你也加入政黨民主黨 加入民主黨 在我的認知裏面 你也在落戶這個觀塘區 其實有些年輕一代 如果社運的人 不甘心和不喜歡被了一個小區困住 你知道吧 我們可能搬一些大議題 全港性議題 搞社運動 但回去區內 那條渠爆了 那條渠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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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何時六千元何時派 那些議題完全不同 完全是兩回事,特別是我們做學生會 我們做國事會,作為一班組織社 我們某程度都會覺得,有一大班同學支持我們 我們自然有很多能力,可以出去做其他事情 講的議題,通常都是一些全港議題多 很雲大的 很雲大的,但做區很不一樣 做區如你剛才所說,渠,塞了,爆了 全部都要你做的,似乎大家的視野有些不同 看的東西是不同的,但我覺得有一件事沒有變 就是做學生會也好,出來搞運動也好 其實跟做區一樣,都是為了幫助社群的人去充權 這是我的信念 我到區後會覺得 充權就是民主 對,充權就是令民主有意識 意識到政府的施政,原來是需要找人監察 這個其實很重要的 我入政黨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 當然是因為我參與支聯會後 我開始覺得中國的民主化 香港發揮著一定的角色 香港可以說在現時中國大陸 即不算台灣 唯一一個叫做有成熟多黨政治的地方 在香港搞政治,搞政黨政治 絕對不只是在香港那麼簡單 其實我們現在是帶領著整個中國大陸 去走向一個多黨政治的方向 其實你覺得香港大動還是台灣大動呢 兩者有關 但始終台灣經歷的歷史背景和香港不同 香港對於內地的影響 遠遠比台灣影響 即是民眾,即是群眾的影響力 香港的群眾影響力可能是比台灣大 台灣的牽涉著可能是有整個國際關係 但我扮演這個反派角色這樣說 香港的政黨很流 我當民主黨副主席也這樣說 民主黨 全都湊了整個黨 都不夠一千黨員 整個泛民加起來 二千有抓 中國共產黨有七千八萬 不要說七千萬黨員 中國共產黨 台灣國民黨也有過百萬 然後民進黨也有幾十萬 人家的滋暴都淹死你 為何不是台灣大動是香港大動呢 因為台灣去走的民主步伐比香港快 即是八九年開始開放的時候 其實政黨在那裡發展很快 基本上為何國民黨和民眾黨 現在有這麼多的黨員 是因為那二十多年的帶動 令他們可以不斷透過選舉 去獲得很多資源 但香港由舊一直選到現在 今年是甚麼 由舊一直選到今年零一一都二十年了 但是始終我們有一個政制入面 即是台灣很不同 台灣其實現在行政權是開放了 可以透過選舉去 可以體驗到政黨施政能力 香港現在始終都是 就算泛民有各黨各派都好 都是一個所謂參政聯盟 我覺得只限於參政 亦都 你說真的可以體驗政黨的政策施政能力 我暫時看不到有這樣的空間 即是所有黨派都隨口一當尾及 隨口一當尾及 沒有機會實際做 沒有機會實際做 還有監察的立法會 一半都還是功能組別 其實你真的可以說 比政黨發揮的空間很小 所以台灣的步伐比香港走得快 香港的步伐 但是也比大陸走得快 我知道 但問題你剛才立論說 香港帶動台灣 香港帶動中國的民主多黨制發展 為甚麼不是台灣帶動呢 正正因為台灣的步伐比香港快 大陸 他要跟台灣協調的難度 是比他跟香港協調的難度大 變成了 他看著香港 他起碼知道 香港還是走前了十步 即是我要 拉香港後面 又或者我要去追回香港的話 我的成本是比較小的 但如果他要跟台灣協調的話 假如他要跟台灣平排的話 他要付出的成本 其實是說中國共產黨 他要付出的成本很高 如果你說台灣帶動他 我不否認會存在 但是台灣對他來說 似乎是一個難題 多於一個誘因 去帶動前信 我又不敢 我不至於說妄自誹薄 但是我也不敢野狼自大 香港和內地 莫說老鼠拉龜 就是老鼠仔 拉著一隻不動的龜 可能是螞蟻拉龜 你知道中國 十三億人 香港七百萬 香港在中國地圖裡 剛剛有一個香港兩個字 一千一百平方公里 香港不知幾萬平方公里 我們怎樣可以拉到 香港是不是有這麼大的能動力 我相信有這樣的能力 我舉個例子 近幾年 有很多人說 內地有很多的幹部 學者都會走來香港 做一些研究 然後回去做報告 他們問的 他們未必直接問你 香港的政治發展是怎樣 他們很多次問你 年紀 ICAC成立 效用如何 香港的金融管理的制度 又或者問你一些經濟政策 香港是怎樣做 他為什麼問這些 是因為現在 其實中國所謂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其實是走資的 即是在行資本主義制度 開始搞城市的金融資本主義制度 他其實是要不斷發展這套制度的時候 他無可否認 他由零開始的時候 他要找地方借鏡 其實香港一直都是其中一個借鏡的地方 其實剛才 即是去參考 去問怎樣打擊貪污 怎樣去建立一個成熟的金融資本主義制度 其實當中牽涉著很多有關於 法治、人權、自由的一些概念 而這些概念 其實進入去的話 因為無可避免他就會帶動內地的經濟制度的改變 而這個制度的改變 其實不是純粹在經濟範疇那麼簡單 大家都知道所謂發財立品 但城市人當他享有一個健全的經濟制度下 他就會開始想更加多的東西 發聲的權利 甚至當他有能力的時候 他會希望我可以影響到政策 他就不會甘心於純粹局限於一個 食飯權那麼簡單的東西 這裏某程度是會逐漸令到 慢慢開始有一些民主的元素開始出現 他無可避免面對著 要機你韜韜論述 由中國發展到監察政府民主發展等等 但是你現在是落戶觀台 會不會大財小用呢 不會 很簡單 我剛才說 你要一些人去意識到 你有一套這麼大的論述 你不可以直接說 我們在這裏說完之後 出到街 不是很多人看到的 怎樣令這些想法 是可以在香港直根先是最重要的 觀塘其實是一個基層的地區 基層普遍教育水平不高 其實這一班人 又不要小看他們 其實他們人數很多 在香港來說基層人數很多 這一班人的民主意識 若果不提高的話 其實是很難令到香港的民主發展 是有所進步的 當然我們知道 現時香港推動民主的主力 很多都是以意見領袖來說 都是以中產和專業有市居多 但是基層來說 若果他們之間距離太大的話 是沒有辦法令到民主運動可以壯大得到 始終你需要有群眾 變成落戶觀塘其實最主要一件事 是希望可以將觀塘這個傳統赤化的老區 是可以由一些民主的信息滲透到下去 甚至是直根 而我落到去觀塘 其實做的事當然不是剛才所說 即是跟他說中國民主有多重要 其實是很細微一件事 透過很簡單 爆了一條渠 你怎樣跟他說 爆了一條渠 不是你個人問題 其實是有些部門 可能他做事做得不好 為何會有事淤塞 設計不好 這些是牽涉著政府部門一些施政的失誤 要令到他明白 甚至是令到他覺得 他可以找到議員 又或者找到議員的助理 就像我這些 去幫他發聲 最重一步就是令到他 今次你找他幫你發聲 下次可以你自己發聲 即是你走去投訴他 其實已經慢慢令到他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有權監察政府 政府不是說怎樣就怎樣的 由這裏 最慢慢逐步令到他 譬如說跟他說 是接下來派6000元 你很開心 但你知不知道你要去銀行登記很麻煩 阿婆一聽到 又要我去登記 他就會覺得很麻煩 他就會問 我縱緩有戶口 三果金有戶口 直接過下來就可以了 其實你稍為問一下一條問題 他想一想 你跟他談一談的話 他已經想到 其實行政的事情是可以簡單解決 不一定每次政府說要登記就登記 即是他慢慢就會開始問 即是他會知道有一些事情是他可以發聲的 而他發聲的話 可能這個道理會比政府大 即是逐步你慢慢怎樣帶他去看 即是你現在說立法會選舉 逮捕機制 你慢慢跟他說的話 他慢慢就知道多荒謬 我明明投開 你說明 然後你說他不做 換了一個逃軍行上去 我都不認識他 然後他就會有這樣的疑問 即是你跟他說一說他就明白了 你慢慢就知道 他會開始意識到 原來特區政府做事很荒謬 然後他就會問 為何經常做事都是這樣 開始有些街坊都會問 你跟他說得多 他會說 經常都是這樣 為何會有經常這個問題 就是開始進入下一步 就是跟他說 因為現在一個特首 現在一個立法會 都未能夠普選 那你就變成他做事亂來 但是你都沒有聲音可以出 沒有辦法影響得到他 那麼他就會開始知道 其實有人幫他爭取民主 是一件好事 所以為何他會選擇 即是支持我們民主黨 那麼最中一步他就會心立 我靠你們 我都要有些付出 那麼他就可能會支持我們的行動 參與其中 那麼這個其實是一步一步的過程 即是從來民主運動都不是 某個意見領袖走出來 說到大大聲 說人民的力量就是勝利 即不是這些人 可以所謂承擔到整個民主運動 民主運動一定是要由 每一個個人他的民主意識民 甚至是所謂開花 才可以令到整個民主運動可以壯大得到 所以就不是說我們 好像以前做學生會 經常都會想 坐在一個會室那裏 談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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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個聲明 然後又覺得從此影響到世界 即是我估計不是一回這樣的事 即是真正怎樣可以推動到民主運動 始終是要和… 要深入基層 對 深入基層和現實接軌 你算不算你是80後 即是六四的時候 或是三歲 你這種想法是否80後的異數 我猜是 因為很老實說 一件事就是 即是 你要一個80後 我剛才說 你令到他開始關心祖國 甚至他對於香港和中國的關係 即是想得這麼透徹 我猜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機會 空間去想 而我很幸運 因為我猜我做學生會做得久 即是在學運 有很大段時間給我思考問題 亦都經歷了很多事情 變成我們可以想得清楚的機會 多了很多 當然之後加入了民主黨 亦都有很多的討論 剛好又有政改 你可以品評一下嗎 我沒有品評 你可以比較一下 我沒有品評 不比較 現在在不同的政黨裏面 都有一些80後 不同的政黨的80後 沒有甚麼分別 有 我覺得一定有 就這樣說 因為以前讀書年代 都是讀過香港政黨發展 其實我猜最明顯分別 其實一件事 民主黨 80年代 開始有 港同盟 會點 起家 很多都是在地區服務 選過區議員 然後市政局 區的市政局 慢慢發展下來 民主黨 相對每一個成員 都是很重視地區工作 會覺得地區工作 是最能夠組織到群眾的 變成大家對於地區的 無論是區議會選舉 以至到平常 在區服務 都會放很多時間資源下去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我猜這個發展的歷史 是其他政黨找不到的 公民黨你不會看到的 公民黨 起家最主要是因為 反對23條 有一批大狀 走出來 他們真的是 其實是異見領袖 但我猜過往這幾年 我們看不到他們 很有一個的熱情 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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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否做地區工作 還沒有比較厭惡性 我猜是 特別對於專業人士 要他們突然間 放下身段 要花很多時間 跟街坊說 由一條渠 慢慢趕到中國的民主發展 這段路程很長 其實要很多心力 我猜我們民主黨人 有這份毅力 我們很強調 你怎樣令街坊 去明白這件事 你不是這樣說 幫了他就算 你要令他明白 這件事發生了什麼事 你要花很多時間 跟他談 我看到 我進來 我們民主黨 看到很多的兄弟姐妹 其實都是這樣 他們很耐心 對著街坊 這個令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我過往 其實在不同的地方 都叫做遊走過 我都觀察過很多政黨 在公民黨 我看不到這件事 你不會發現公民黨的人 很樂意 經常在一個區域那裡 在辦事處 你會經常找到他 當然 你走進辦事處 但是你說 會走到街坊 跟街坊 去聊天 跟婆婆 和叔叔 去解釋一下 你現在發生了什麼事 我覺得很可笑 他們不會願意長時間去做 更加莫說 你看到 社民連而言 社民連而言 我的雜誌都看不到 未方便 因為始終 你要一個年輕 肯花時間 你覺得民主運動 和地區的工作 因為其實 我用另一個角度去講 問題 因為有些 長時間做社運的時候 可能他的視野 會比較寬 搞地區做幾年之後 可能只是 下去那幾條街 或者那幾條屋邨 這樣 那個視野越來越狹窄 我猜有影響 平心而論 剛才說民主黨有好處 也有另一個懷處 我猜發展歷史 令到 民主黨內 大部分的人 都聚焦於地區 又或者看的事情 可能就是他的階層 即是 中產區 就是中產區 他做基層的 就是看到基層的事情 他看不到 其實民主黨 是一個 採取全派對 他看不到 其實他要跨階層 又或者他看不到 其實我們處理 整個香港的問題 不是只是小區的問題 我猜有這樣的漏集出現了 當然 所以我會覺得 就是我們新一代 參與政黨的人 其實都有一個責任就是 我們有這樣的熱情 不應該純粹 只是顧地區的事務 兩方面要兼顧 地區事務是 作為一個 駕入的地方 去令到那裡的居民 那裡的社群 意識到民主重要性 但是不能忘記了的目標 就是我們 都是跟整個民主運動 是有所扣連的 所以我會很積極 參與我支聯會的工作 但是同時我都會 很重視我地區的 每一個街坊 最後有幾分鐘 我問問兩個問題 做這個學生運動 有甚麼辛酸 做地區工作 有甚麼辛酸 亦有甚麼喜悅 亦有甚麼喜悅 特別是之後 投身了民主黨的工作 支聯會的工作 基本上是 很難和家庭很感密 因為很坦白地說 做支聯會很敏感 你又不能回到大陸 家人想回到大陸 探餐你也不能在一起 免得令他們麻煩 你有沒有響情 我有 可以進入他們嗎 可以進入 但很明顯 過關那一刻 你會看到他們有甚麼反應 可以進入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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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狗仔追求你嗎 有嗎 你不知道 他在跟著我 我也不知道 所以便是避免 有很多時候 都避免這方面的麻煩 這是最辛酸的一件事 基本上 我們每個從政人都好 基本上 家裡已經是 放下了 很多都是 你要去 將 好像平常的年輕人 跟家裡 甚至是跟朋友 去更多的玩樂時間 我們都是放棄做 我們將大部分 喜悦呢 喜悦 喜悦最大成就 剛才說 如何令到一個街坊 慢慢開始 民主意識文拿 開始 認同你說的話 我試過有一個街坊 他一開始狂罵民主黨 不斷 罵的話 基本上 你聽過十幾次 不過他用了很多粗口 配合作 我試一下跟他坐下 我拖著他 他又拖著我來罵 我嘗試跟他說 講一講 他開始收了粗口 再講一講 他覺得 你也有些道理 那個喜悦就是 令到你覺得 我起碼令到這個街坊 肯聽你說話 肯聽我說話 最重要是 但你肯肯聽他說話 一定要的 即是跟別人溝通 不可以純粹我們說的 即是 我們平時跟別人辯論 都是 不可以只是自己說 大大聲 蓋過了別人的聲音 這些不是溝通 你要去說服一個人的時候 你一定要聽他說 你要知道 他其實關注什麼 是 很多人 包括 怎樣令到他 可以去聽你說話 最重要就是 真正的溝通 在於 你知道他關心什麼 你不知道他關心什麼 其實 這個民主運動 只是一個單向式 好 我們多謝阿耀基今天上來 我們這個節目 由六四到七一 由學運到地區參政工作 多謝大家收看 喜爆香港 拜拜